好 再来看到很多人到夜市想要来吃这个青蛙撒旦 但是要告诉大家看看这个很像 不过恐怕只有一家能够保持这个青蛙撒旦的标志 这是圣灵夜市呢很知名的粉原兵 包括了有王继跟乌继这两家 那么王继先是以青蛙撒旦这个图案注册商标 但乌继后来又以乌继青蛙撒旦 然后这样的字样来注册 但事实上两家招牌还是十分的相似 那么王继就指控乌继侵犯商标权 顺利的撤销乌继商标 但是乌继不服打了行政诉讼 结果遭判败诉定业 不得再使用乌继青蛙撒旦的商标 在杯子里咬上一杯Q残粉原再淋上奶精 来到圣灵夜市一杯青蛙撒旦少不了 不过就隔着一条文林屋也有一间青蛙撒旦 一家叫王继一家叫乌继 两家青蛙撒旦却因为商标争议 自家人打自家人 这间就是被王继告迎的乌继青蛙下蛋 可以看到上头的招牌有着绿色青蛙图案 仔细看两家的招牌都有青蛙和小草 不过王继的青蛙蛋是黑色的 乌继的青蛙蛋是红色的 而青草的形状和位子也不一样 乍看之下确实很难分辨 原来乌继在民国81年把青蛙图和青蛙下蛋四个大字 注册成食品商标 而王继也在同年把图跟标语登记成小吃店商标 类别不同所以都注册成功 直到91年乌继也想注册成小吃商标 争议因此爆发 王继在2012年提出告诉 如今法院判决出炉 王继告迎乌继商标得重新审查 说你们那边是胜诉的 对啊 一切的事情都要等老板我关国才办完 你知道对面那个王继跟你们的事情吗 不知道 都不知道 老板娘都没有说吗 没有说 乌继老板表示会再上诉 更说当年王继的老板退伍 一时找不到工作才会以拆账方式 大家一起做生意 只是如果智慧产产局重新审查乌继商标 确定定验之后 乌继的青蛙下蛋商标将被撤销 这家人对不公堂 这么大的夜市却容不下两只青蛙 中间新闻 阿冠阳麦 刘哲军 台北才能到